很多的年輕人在許多的場合裡面 去展現了公民不復從的力量 尤其是在去年818 學生公在內政部的時候 你看到了我們的行政院長 馬上說這個不叫公民不復從 公民不應該這麼不理性 那這個過程裡面顯然如果從我剛剛的定義裡面 他顯然忽略到了公民不復從在民主政治的基本意義 所以就在這樣的基礎底下 我順便打一下廣告 從去年10月開始到今年的6月 我跟幾個團體這個台大法理學中心 東吳張佛全人權中心 還有雷政基金會 還有華人民主書院 共同舉辦了公民不復從系列演講 我們預計舉辦10場的演講 從哲學 法理學 文學 政治學 社會學 大家一起來思考 為什麼公民不復從 是一個在民主社會 具有正當性 同時是必要的力量 那麼經過了從去年開始 現在已經舉辦了舞場 那麼在下個禮拜 3月27號 禮拜四中午1點半 要由我們吳瑞仁老師 要來談1968年法國學生運動 所展現的公民不復從 對整個法國政治的影響 那4月份 我們會邀請 台大歷史系的 周婉堯老師 來談 從台灣的知識精英 怎麼樣來看 過去台灣歷史上 許多不同 公民不復從的例子 那麼我們後續還有 包括吳建銘老師 還有東華大學的吳明毅老師 都會來參與我們這樣的一個 系列演講 我們希望最後 這樣的系列演講 能夠成為一本書 成為我們每一個 民主公民底下的一個 手冊 一個工具書 讓所有的人不要再害怕 也不會感覺到 我們今天在做一件 好像是一件很恐怖 心裡非常焦躁的事情 所以簡單來講 台灣現在 從我剛剛所談到的 台灣現在已經面臨到一個 我們要展現 公民不復從的一個 具體的情境 當現在 行政、立法、司法 還有第四權 都已經面臨到 這樣困境的情形之下 我們今天所展現的是一個 非常非常偉大的力量 所以我希望今天 或許你今天只是來這裡 坐下來聽了 同學們 朋友們 告訴你的朋友 公民不復從不是什麼壞東西 告訴你的朋友 不要再相信 每四年 投了一張票 就能夠決定政治的這樣的一個思考 也告訴你的朋友 你要遠離政治 政治不會遠離你 現在有一群人 正以人民的名義 在幫你制定了許多政策 然後告訴你 這個東西不能審 只能夠看 而且如果你今天反悔 就會有什麼樣 什麼樣的一些後果 用許許多多的方式來告訴你 這個政策 是百分之百對所有人都有利 任何一個政策 一定會對有人有利 對有一些人不利 一個負責任的政府 必須要告訴我們 到底這個過程當中 對誰有利 以及可能會對哪一些產業帶來衝擊 我們面對這一些受傷害的產業 我們究竟應該要用什麼樣的方式來補救 或者是來這個進行什麼樣的一些改革 可是到目前為止 這個政府告訴我們就是 這個服貌有多好 如果那麼好 為什麼不讓我們審 為什麼如果這麼好 為什麼告訴我們這樣的過程裡面 你們沒有任何理由可以做主條的審查 這是不是一件很荒謬的事情嗎 所以我希望大家在今天回家 或者是告訴你的朋友 在今天你坐在這裡 我們不能夠再跟大家 跟所有人講說 沒關係下一次選舉再制裁他 我想已經來不及了 我們今天用我們的力量來展現公民不服從 告訴所有的這一些政治人物們 今天人民的力量已經告訴你 你必須要正視 今天所有人對這樣的一個基本主張這樣的一個訴求 那麼這個過程當中 告訴所有的人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要面對的 我必須要講 我們今天在做這裡面 其實面臨兩個比較大的困難 第一個比較大的困難 第一個問題是我們現在這樣的一個傲慢的政府 它制度對我們現在的聲音是通而不聞 第二個問題是我們必須要去面對冷漠的社會大眾 我們必須要向他們說服 我們必須要告訴他們 今天我們坐在這裡 為什麼我們的正當性基礎在哪裡 所以我也呼籲 我們在做的這些媒體朋友們 能夠把我們今天的所有的訴求 真真實實的傳達出去 讓社會大眾更多的人了解到我們今天站在這裡的目的 那麼我也希望大家 就如同剛剛阿凱跟大家說 我們今天要展現的 我們的一舉一動 都可能會被人見風插針 所以我們今天展現一個意志 展現我們的人民的力量 我們一切的行為 我們用和平 我們用我們的意志 來展現我們集體的力量 告訴所有的政治人物 告訴馬英九總統 這件事情我管定了 謝謝大家